要搶攻巴黎奧運期間上百萬遊客 Airbnb廣告打不停 在最新主打的傳奇系列房型體驗 还包含了奧赛美术馆 主打可以住进奧赛美术馆的钟楼过一晚 Airbnb今年推出的主题房源行销 请出了一票明星 就连天外奇迹卡尔的气球屋都重现 但是这光鲜亮丽的行销 却不能盖过一件又一件的房东偷拍丑闻 美国这位孕妈咪Colee和先生录驻Airbnb后 老公不小心把民宿的充电器带回家 结果房东夺命连环Colee 要他们立即还来 为什么这么心急 原来这是伪装成充电器的偷拍真空 事实上美国警方发现有上万张的偷拍照 地点就在全美各地的Airbnb民宿当中 在缅因州有一对夫妻就是因为在住宿时 发现遭到房东偷拍 报警抓人 结果房东大方认了 拍到亲密行为 重回到民宿房内 警察发现偷拍镜头就藏在床头边的电子石中 在CN报道当中 一份去年六月的庭外取证文件中也显示 Airbnb明知道偷拍猖獗 十年来关于偷拍偷录影的客宿累计多达三万五千件 但是Airbnb不仅没有保护消费者 还尽力促成庭外和解不想打官司 CN记者访问两名正在帮客户和Airbnb打官司的律师 才知道原来当使用者在订房前勾选同一条约的这一刻起 可能就丧失了对Airbnb追究法律责任的机会 Airbnb坚称只是网站营运商 不能够为房东以及房源来负责完美切割 要拿赔偿金还得先签封口令 切捷保密 就有受害者有苦难言 自己被偷拍私密影像却只能认了妥协 这位民众是和太太度假的时候被偷拍 等警察找上门才知道 事实上因为现在的偷拍摄影机越做越小 房客实在很难察觉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现在Airbnb也规定房东只有在室外可以安装监视器 不过Airbnb的争议还不止如此 西班牙巴塞隆纳最近就有不少民众抗议观光推升房价 气得朝观光客射水枪 这就是因为当地越来越多人买房出租 当作Airbnb来赚钱 房价越来越高 过度旅游的负面效应 也让Airbnb被骂翻 TVBS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